中国年轻人的白纸运动两周年之际 全球都有纪念活动呼吁推翻中共暴政 两年前的11月24号 新疆乌鲁木齐一座高楼发生火灾 但中共严苛的疫情封控导致居民无法逃生 造成重大伤亡 如此引发一场席卷全国抗争的活动 包括超过200所高校的学生举起白纸 走上街头 从反对封控 喊出共产党下台 这一场白纸运动也为中共三年疫情封控划下了句点 白纸运动两周年之际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法国 荷兰 德国等世界各地的华人 纷纷举办纪念活动 呼吁结束中共暴政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声援白纸运动两周年游行的 中国民主党副主席吉利健指出 白纸运动持续被传播 被效仿 是中共最害怕的 白纸运动它的效果最大之处 就是让无数的民众看到 我们只有团结在一起才有俯路 在疫情这近三年时间之内 如果是我们早一点团结在一起 走向街头抗争要我们的自由 要正常生活 我相信早就已经解锋了 我们只要勇于抗争才有希望才有未来 这也是为什么全球世界各国的城市 在不断地纪念这场伟大的运动 这场运动是让中共是害怕的 也是让中共低头的一个成功的一个革命 两年来 白纸运动延续到其他群体行动中 包括2023年爆发的白发运动 烟花革命 以及最近的郑州大全生一起开封行动等 习近平恶政强力碾压所有中国民众 民众心头的怨气怒气在快速积累 很快就会达到一个爆发点 白纸革命式的抗争 完全有可能在某一个地点发生 新唐日电视台记者李孕秋月王彦乔 参访报导 新唐日电视台记者李孕秋月王彦乔